方案 12月2月创新课程以学制变革方案 12月3月建中生学习五位学习新品牌方案 13国大学至13年1月推动大学短分方案 13年2月和小诊学校招生推幅并提导司大专校院 改善及批判方案 13年3月建大学评建方案 13年4月改革教师生本期待遇退评方案 14多元每预期至14年1月失败主学院为核心教学单位方案 14年2月建立产业集结端研究的硕博士培育方案 14年3月强化多元学采集博士就学方案 15部局全球人才15年1月成功多元国际交集特性学方案 16命令人才专法16年1月研订促进人才培育条 草案方案 1 前面 国家与人才会本 人才培育是有家有续发展与提升国际竞争的 关键 政院于民国九十九一月召开 全国人才培育会议定定化 部会人才培育方案 民国九十九年十月二中央研究院议于民国一般 八月广标国内产业 学院、教育、科技、媒体与艺术的各界代表共同签 数 人才虽然 呼吁政府面对人才的危机提出对策 法总统也多次 明确宣示 积极培育严满人才是我们提升台湾竞争的第一名大师 祝让每一个孩子分贫富有机会成为国家的人才 人才培育与产业需求严重失衡社会的挑战 因此为关键的实力 我们必须与宏观 人才的思考 积极面对人才问题 整体规划御财 财 揽财相关策 以国家不强进步 人才培律师教育工作的核心 教育手带培养人民健全任何民主 素养 法治观 人文涵养 强健突破 能思考及创造能 其次 养成人民生活所需技能 就业所需专业之能 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 人才 广义的人才 细致在同域之中 能为社会特殊构献的人 其 范围包括 基层工作人员 各个月中间人子 精英人才 以及中校 学优秀是 其中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籍人素质 是决定社会吧 善于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 要免致 本部的核心任务 就是要给养友 得友们 寄人的现代国民 寄具有足够的专业生理技术 要具有好多通与合作等 以及基本的国民素养和同观的国际式 也 民国102月 本部配合政府组织改造 整合体育人才 亲人才 的范畴 进行全面多元的小 培育国家优质 创新人才 进而提升国性能及竞争 民国102月 民国102月 本部体育 鼠八部体育运动政策 来执书 以健康国民 营造不得好动之 二 健康国家 卓越竞技 强化运动人才 与生活竞争 和台湾 活络运动产业力建制 卓越优质运动文化 为2023国家体育运动心愿 井 具与培育具健康 竞技 井活之 体育人才 本部清发展书 一年并发布 清发展政策 百年书 以 投资清 自助人 无事 性发展 关怀在地 皆为合进行性成家 未愿景 具与培育国家位 持续沟通表达 社会与自主动 创新创意及就业 竞争知青人才 另一方面 本部面对 学生出国比减少 或无海外人才断策 学用存在差 大专业生事业偏高 技职教育学术化型专 科学校区检 影响基层人工需 高等教育症欠缺弹性及自我 课则影响大学日主制 城乡教育差级升学 考试主导教学 必须实施十二 不明基本教育 等问题 必须从基本面整理思考 言 你 人才培育白语书 作为共助未关键时 人才培育的发展 有建立人才培育需 与留家发展 产业外购景物相扣 本部与领博 一百零一七月正式成 人才培育白语书指导会 由中央研究院院 市兆班 曾愿深至景宏齐集团 创办人师正容先生 共同担任兆集人 委员有厂观学研界等二十二位学者专家所组成 并于中央研究院 设计划办公室由国庆华大学董教授 公平担任职场 该指导会 等 人才培育白语书专案计划 人才培育白语书 人才培育白语书专案计划 局灾 sortie 人才培育白语块绍 贡的安倍 课计划地方 对剧带走 他吃个ких 文字圣计do 车职警方 以及四次指導會委員會 共計十個月之疫情討厚年定完成 本部會轉化人才培育擺提書 專案計劃報告書 會教育部人才培育擺提書 計照開二十一次 三的延商會議 以及三場分組召集人座談會 部長議議人才培育擺提書 指導會召集人進一場座談 經外部學者協助審討厚實定案 本擺提書將作為 為時刻請教育人才培育的重要方針 本部會 可單位並將依據本擺提書 中心制動方案 武力進程中程長程工作計畫 並編經費積極加強 預財、財、懶財、之相關事 以貫徹指本擺提書之內容 強化國家發展支柱 強化國家發展支柱 讓教育創造台灣下 一個奇蹟 選學術制 二、背景 既由於社會快速變遷 產業轉型 高等教育或過沖極上 此話是使我國在人陪預計 運用上出現懸用差 供需師 三橫的現象 因而動影響到社會與經濟的發展 因此如何突破棍 竟讓每個人 學與適用 是才是所適用 是人才培育面的重 其次即將在103月開始實施的十二國民基本教育 以下簡稱十二國教 希望百多過去領重 治癒的升學全面 而深度的近視性域導工作 實現全人教育的 以提升整體能 素質 奠定個人及國家發展的情侶 另對因應 全球化、少子化、高齡化、衛化 及全球暖化等文化趨勢造成 支衝擊與影響 在教育政策的嚴定上 必須重視內外附各種潛在的威脅 以潛瞻的考慮做工賢的管 當前教育環境面各項問題 如校原教學生派改變學生人間 少 學習成就差 師育工需問題 學訓好又差 反而服務人間 少 全球人財共能 即需政府積極命義 從育財、財、攬財政 提考提出人財培育計畫 並培育出具國際競爭之人財 後製國家 發展基礎 掌握 掌握 人財培育 的計畫為機會轉進 以下緊救國內環境 大學功課無求 人工需失衡不實 二國教即將實施 即國際趨勢 武化趨勢 等背景在我國人財培 遇上之挑戰與影響、名無下 一 國內環境 本部分主要提出 國內教育環境 在高等教育 即是教育及國民教育 階段上所念之問題與挑戰 是我國現階段需至於人財培育的 重要背景因素 講述一下 五 一 大學功課無求 對人財培育之影響 為回憶民國八十三四百一十 教改大人 廣社高中大學之訴求 此外 國大學校院的 由英國八十二、八十一學的 五十一校分至一百年二 一百年一學的 一百四十八校成長幾近三倍 目前大學部新生 韓御堅 父女進修復 總招生人達二十七點四萬人 超過高中高職每一年 身總人二十七萬人 已經達到了人均可上大學的情況 高等教育理由 精英教育的面位以及教育 高等教育工作余求 各校伴學平直 學生促之期 造成大學運業生競爭越越受求 嚴峻的挑 技術上也引起國人高的重視 必須要對我們的思考 根源重剎不夠 穩的方式 讓各大學 趁各教育 技術上出人才學校 雙瓶專業科目 會導師人工 徐師恆對人才 漸漸現實相經驗 並將進程調查 約的全三校 整個十八百萬人的需求 已經相當的重要 並補助化 三校任間 可見專家 學校或是能調整教育 雙師志 教學 另選送教師至公平 與機構演習服務 以提升技專教院教師 實務教學 增進現職教師業界經驗 逸補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 身分配合加強